显微镜的技术有了重大突破 世界知名的加州理工学院 有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 他在华裔教授的指导之下 利用LED光板制入了传统的显微镜 结果能够照出的范围更大 解析度更好的成像 这效果几乎是原来的100倍 那么这项新突破 未来将会大大提升医学研究的成效 这台显微镜乍看之下 跟一般的没什么不同 不过仔细一看 投射玻璃片样品的光源 变成了密密麻麻的LED光板 看红色的光点顺着方块形状往外绕 每一次亮了又灭 就代表从225个不同角度捕捉样品 让成像范围更大也更清晰 想出这个点子的是 加州理工学院研究员郑国安 在电子生物工程教授杨昌辉的指导下 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创举 如果你看到一年线线线线线 它并不太改变了 比较多数百年 其实你认为这个奇妙的 比较奇妙的 比较多重要 比较多年线线线线 因为有很多比较多数量 你会想用比较多数量 光板提高倍率的显微镜 主要是要帮助医学和生物学上的研究 有些医生要看一些部分的 看看有没有癌症 他们就要把那个 拿出来放在显微镜下面看 很需要很多时间才可以找到 如果你能用我们的显微镜来找的话 就会比较快 就会比较简单 打破传统显微镜倍率越高 成像范围越小的原理 这项突破性的科技 已经申请了专利 原型机会在10月份左右推出 如果被广泛运用在病理研究 就能更方便找出病源 为人类健康谋福利 以上都是林米金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八道